导演齊柏林的纪录片看见台湾带领观众从不同的视野体悟台湾之美 而今年常用大学的毕业典礼首次运用在校的无人飞机资源 由资公系陈竹正老师带头组成空拍团队 记录着离别的场合梦想的起点 毕业典礼尚未开始 陈竹正老师就带领着空拍团队到典礼现场进行无人机的试飞 资公系的陈竹正老师已经有18年的空拍经验 除了飞过无人的定义机 单选一机及四轴六轴等空拍机 险下至于也与在校的老师同学组成空拍团队 并在学校的推广中心开班授课 希望透过教导空拍技巧之余 推广空拍的安全守则 让大家都能爱上这项特殊摄影 如果拍大自然的风景 下面没有人群 如果拍活动下面有人群 如果你飞在人的上方 当然就一定要很注意安全 千万不能因为取景等等而造成坠机的话 可能就会伤及人的安全 就是看到无人飞机也就蛮新奇了 因为飞机嘛在上面飞 然后在里面空拍 空拍下来的话 那个景观一定很壮观 那这是一般你们在平常在路上拍的那种 没有办法呈现的 我觉得还很棒还不错 希望可以继续 就觉得学校 终于跟上潮流了 今年常用大学在毕业典礼的空拍摄影 除了记录毕业生面对离别的哀伤 以及勇敢奔向未来的喜悦 也留给毕业生不一样的在校回忆 记者周亚英 林文仙台南报导